但是我比較想問的 是他有提到就是關於說 跟里長之間的對抗 因為我們看新聞 或是看當時的這個 他講話內容 聽起來都像是在講針對里長 但是他今天不斷的 從昨天晚上他的進辦 到今天剛又出來講說 都是抹黑 他講的是另外一位對手 絕對不是在罵里長 他就是在罵里長 他就是在罵里長 我跟大家講 有記者告訴我們說 為什麼陳時中會去罵里長 是因為他以為那些話 是蔣萬安講的 所以他以為自己在罵蔣萬安 但他實際上就是罵到了里長 昨天晚上深夜 大概11點50分左右 陳時中他們發了一個新聞稿 然後講說沒有 這都是謠言 我們沒有罵里長 可是裡面就講到 他在致辭的過程當中 第一他有沒有說過 離勝選越來越近 有 第二他談到這個所謂的 內科的交通的時候 他就講說塔幽路 接松江路等等這些批評 批評這個政策 要用腦筋 而且本來我們從新聞媒體上面的報導 我們都不知道 他除了罵別人沒腦之外 他還說 這是一個廉價的批評 說什麼話 他們自己自爆 深夜自爆 然後把這個新聞稿丟出來 我才發現他不只罵里長無腦 還說里長的批評廉價 你說什麼話 我沒有想過有一個市場候選人 會做到這個程度 但是今天呢 反正他們就是 對我不利的一律是假訊息 假消息都是謠言 那很明顯的 你就是有罵人嘛 你罵了人 你就好好的道歉 你就說你搞錯了 搞不清楚 那個里長 我說真的 他針對內湖的交通 講的比陳時中還要更專業 因為他就是在地裡的里長 所以你不去聽他的 然後呢 你人家講什麼都不知道 你就隨口罵人家說撒毀 我覺得這種態度 真的是粗暴言論大可不必 你不能別人批評你 你就覺得說你不要太不滿 不是一個健康的態度 你永遠用這種方式 你怎麼樣做大家的父母官 最後他們明明就是在同一個 同一個活動的同一個演講 但是他的新聞稿 卻告訴我們 這是不同時段 不同主題 說我們移花接木 沒有 爛牛肉三個字 就是里長說的 里長是瞭解了 陳時中的政策之後 認為不可行 所以覺得這個政策 是爛牛肉 浪費很多錢 而且會造成更大的塞車 結果陳時中到今天 他是不認錯的 他還繼續講說 我沒有罵他 我沒有說過這些話 你明明就有說 這就讓我們想起 過去陳時中在擔任指揮官的時候 也是這樣 比如說那時候 到底那個屍體 可不可以三天內 這個火化的這個問題 他也是一樣啊 一下說有 一下說沒有 一下說這樣 一下說那樣 所以陳時中的本性就是如此 那今天他會這樣子凹 我覺得一點都不意外 可是我覺得里長非常有戰力 他說了一個 我要跟大家講 里長說你這樣罵我 你很沒品 他不是只罵他沒品 他說品是三個口 第一個口 萬華 陳時中已經破掉了 第二個口 你批評我內湖 你歧視我們內湖的民眾 又破掉了 最後一個口 請你留著 留著你一點的口德 好好去吃飯吧 先了解政策 再批評吧 你連在地裡溝通 都沒有溝通過 陳時中沒有去過港前里 你跟里長一對一互動 就天馬行空的 聽著英系那群人的想像 提出一些不可行的交通政策 然後別人現在對你提出批評的時候 你不是親自去溝通 你還反罵別人 這樣子的市長候選人 真的是太可惡 太沒品 我們感謝一下我們的這個 Marian她的斗內 她說感謝巧欣的笑話 打發這個無聊的下午 有志哥我們就重新回到當時的狀況 我們等一下再請方文幫我們補充 有志哥其實在昨天看到這個場景 就是同一個場景嘛 那首先她提到兩塊 她現在也承認說 她確實有提到對不對 自己快要慎選 她說昨天看到那個場合 對不對 大家非常的熱鬧 她感覺離慎選很近了 然後第一個政策提出來 要用腦筋 要批評也要有腦筋 才可以變成一個好的政策對話 看起來沒有主詞 那當然自然大家會認為說 那就是罵你那個人 你把他對回去 不是這樣子嗎 我說實在的 我已經非常厭惡這種 選舉完全沒有政策 然後只會互相潑髒水 我講的是互相 我包括這些正在貨在裡頭罵的 包括蔣萬安 包括柯文哲 你們不都是一樣的嗎 這種球你何必接呢 我也想要跟萬安說 這種球你何必接呢 因為這不是一個好球 吵吵鬧鬧在台北市的選舉文化裡面 絕對不會是加分的 而陳時中他就是希望這樣 陳時中就是喜歡這樣 民進黨應該更精準的說 民進黨就是喜歡這樣 他在整個一股腦裡面 當他沒有辦法把候選人 腦袋裡面的政見 挖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用 這個大家常講的 叫做烏賊戰 把那東西變得非常的混濁 台北市變得這麼爛 然後他們就開始催一板塊 那就是他們的選舉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發現我剛剛一路講 民眾黨現在就是被鎖定 柯文哲啊 他看上的其實不是要跟蔣萬安吵架 他看上的也不是這個里長 他看上的是要把整個台北市拉進來 然後大家一起跟柯文哲吵 吵完之後呢 就變成他們兩個而裡 而其實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是刻意的啦 我真的覺得是刻意的 因為他知道這個里長 他就是國民黨的里長嘛 陳時中從以前小明說 你就知道他這個人腦袋裡面 只有敵我 針對性極強 不是你的人 不是我的人 你就別想要給我進來 小明記得嗎 你誰叫你自己選國籍的 哪怕這是你的子民喔 我們台灣的人喔 他都會嗆說誰叫你 國籍你自己選的 反過來陳時中一看就知道 港前里里長 那你國民黨的啊 你挑工一定是故意弄我嘛 我幹嘛要跟你奪好 所以他就是在選舉裡面 他不斷地去催化這種 烏賊事 你恨我我恨你也沒關係 你罵我我再酸你兩句 整個台北市就會一直酸 一直酸一直酸 我還是得要說 國民黨這幾位候選人 是有辦法的 國民黨傳統上 也是一個治國之黨 你如果在剩下的一百多天 一直陷入民進黨 要拋出來的這些議題 然後一直在那邊禍髒水 然後小雞們 包括巧欣 方倫你們 繼續跟著他們一直罵 你就會一直 在這個輪迴裡面 然後蔣萬安就會被 模糊化了 整個台北市就會發現 正在車椅板塊 然後蔣萬安萬一 因為九成的媒體 都是民進黨現在在操控的 然後被模糊化了之後 整個選舉你就會發現 好像大家吵那個里長又怎麼了 然後蔣萬安又被罵什麼了 他又罵他什麼了 但是傳統上 國民黨是一個治國之黨 你在這次的選舉裡面 就應該要展現 你有辦法幫台北市做什麼 包括內湖交通這個議題 你現在是對著 我們這些名嘴 天天在內湖生活的這些人 然後在那邊講幹話 請問一下你們哪一個人 真的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天天在塞 而且我們深知問題出在哪裡 就是581巷出去那條路 一直要往體挺大道 每天都塞在那邊 而且那個結一過 海闊天空 沒錯 請問誰有辦法打開這個結 打開這個結就贏啊 不就是這樣嗎 可是現在有人這麼做嗎 大家今天大包掛 現在要來開TURBO 拼進月數了 就靠你們動動手指沖一波 請問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多普克 接下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這個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